大家好我是小燕 今天又来到了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 最近很多粉丝朋友问到比较多的机器 是当下非常热门的iPhone 13系列 那么今天小燕来到市场的目标是找亮机的标准 5亿之后这边的人群也是热闹了起来 不过该涨价的还是有小涨 这些大多都是针对一些面生的背包客 那么凭借小燕跟大口老板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 价格肯定也是不会报告的 所以接下来的这些手机的价格 才是真正在市场拿货的行情 首先第一台是国行的iPhone 13 128G的 这个是粉丝找小燕预定的 要求电池在80%以上的 小燕直接淘到了一台90以上的给它 是一台国行无所支持双卡双待的 这采用A15的处理器还是非常强悍的 相机有广角跟主摄 是没有配备长焦镜头的 不过两个镜头还是足够我们日常中使用的 那这一台是3700拿回来的 在日常中使用如果没有双卡的需求 还可以选择美版单卡的 价格会比这个少个三到四百左右 像后面这一台蓝色的iPhone 13 就是美版单卡的 99新的橙色 无锁版的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 同样是128G的内存 电池还有99% 拿回来是3450 如果橙色再差一点的 可以少个100到200之间 接下来是13Pro 2506G美版的 这一台电池效率有100%的 还是原装电池 机身特别漂亮 重新机的一个标准 很多人选它都是被它的续航 跟它的性能打动的 还有就是它支持120Hz的高刷 玩起游戏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还有三个大镜头 这么亮的机器怎么样也要5300拿下呀 还有一款就是大家都想要便宜的 性能高的大屏幕的iPhone 13 Pro Max了 也就只有我手上这几台机器才能满足到大家了 这台仓灵律256G 无锁版的 充电仅仅7次 电池高达100%的原装电池 这样的一个亮机 现在市场的行情要高达6000多 那么小硬拿货只要5600 先差了有400多 因为这一台机器是一个正品配件的 意思就是在苹果官网那边换过配件的 我们可以打开关于本机就能看到它更换过什么配件的 像手上这一台它显示是官换过显示屏的 所以这种价格会比市场行情便宜一个400左右的行情 性能却是一模一样的适用 但阿拉电效如果说在90%或者说在80%之间的话 那它的价格肯定还能少 最后就是iPhone 13 mini了 像这么小巧的机身还能吸引不少的小姐姐 这次拿的都是100%的重新机 数量不多只有4台 两台128G 3100拿回来的 橙色再差一点的还可以少到1-200直接 还有两台是256G的 行情是在3350 红色这一台可以少50块 作为主力机还是备用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机型想要了解的 欢迎在下方公屏处讨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